首先填詞方面,這次邀請了周耀輝老師來填詞 是自己一個很大的榮幸 因為周耀輝老師他很擅長填一些很有詩意、畫面的東西 他填詞是很重心裡面的畫面 這首歌也是一首我覺得很有氛圍的感覺 他用了很溫柔的詞 但是他寫了一些很強大的意義 例如他用了節契的編詞 可能他一直以來都是想忠於自己 想很善良 但他可能都在路途上會受傷 但是他都會勇敢繼續去走以後來的路 而且他都會堅持自己繼續去純真和善待身邊的人 繼上一次NAR合作之後 這次又再次和Bip老師合作 這次Bip老師的排舞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他好像排了一個整番天使的感覺 在中間砌了幾隻翼出來 也帶了天使翼 我一開始就跟他說 我很想在舞蹈上面有一種飄逸的感覺 在powerful之外也要有一種 好像天使在飛翼翅膀展翅的感覺 這次是比以往是有點不好的 在拍攝新歌Cover的圖片的時候 其中有一張是要show背肌的 我為了這張照片也要不斷操我背了 也挺滿意的 哈哈哈哈 看了這張照片之後 哇 辛苦是值得的 更加提醒自己 不要偷懶了 要繼續做準備 哈哈 最近在排演唱會 又要準備自己的新歌MV 近來的體能上是真是 坦白說是有點累的 因為我都很少承認自己累 但近來都真的覺得很累 尤其是我的腳很累 因為我在社交媒體都有跟大家分享 說我的腳近來真的很酸痛 但是我都逼自己 逼自己不要偷懶 尤其是一些一定要做的行程之餘 譬如學唱歌和做健身 我覺得是我堅持一定要做的 因為我不想讓自己退步 無論是可能是能力上 還是可能整個感覺給別人 健康 或者是 presentable 所以很堅持做健身 然後也有許下一個承諾 想自己 不要那麼瘦 藥質纖纖 因為我經常覺得自己 好像 被別人感覺很瘦 所以我也想 口實一點 2024年我自己展望在音樂上 我想我會以跳唱為主 繼續 今年應該會出跳唱歌 比起上年更加多 因為很想繼續試多一些不同的風格 譬如上一次的跳唱歌就是on 讓人感覺是押著就命快 狠狠聲 不停去的 但是這次 由my life這首歌 又完全不同風格 我想2024年 我很想大家 繼續期待Anson Lo的作品 每一次 知道Anson Lo出歌 一定是一些很不同的東西 會有這種驚喜 會繼續有 很期待大家 會繼續對Anson Lo有 有一個很驚喜的感覺 2024年將會是一年很忙的一年 因為會和MIRROR 其他兄弟一起做演唱會和巡迴 所以 希望體能上 會遇到 好